耶稣早已语言没世,有假先知和假基督的出现 异端邪教兴起,歪里横行 在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韩国盛产异端邪教 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大卫支派、基督科学会 奥姆真理教、上帝的儿女、统一教、涉理教、上帝的教会、新天地教会、东方闪电等等 他们的信众是以千万计的 这些异端邪教,他们不止教义出了问题 当中极端的,是会使用操控的手段控制信徒 时时利用人对末日来临那种的不安和惊恐 在猜想世界末日极确实的日子 企图建立个人的权威 背后却是直辞脸才 而最极端的,是教唆进行集体的自杀 不少异端,也入侵世界各地的大学 逃独青年人的思想 有些信教之后,性情大变,失去理智 被影响至绝学,离开家庭的个案并不新鲜 甚至有些基督教会也都被假信徒入心 教会竟然变节顺了异端 但另一边相,末世却是一个普世基督徒受严重迫害的时代 从第一世纪使徒时代开始 千千万万的基督徒殉道而死 但直到今天,基督教仍然是现今受迫白最多的宗教 现在共有大约2亿4千万的基督徒正经历着高度迫白的处境 在末世时代,有人厌弃宗教 有人因为宗教而疯狂 也有人因为宗教而大受迫害 那究竟如何分辨信仰 成为这个世代真理的明灯呢? 原本是在末世代真理的明灯 这些人是在末世代真理的明灯